好 接下来我们今天从美国的最受欢迎的城市大洗盘来看美国的经济 因为上个星期五联准会主席鲍尔暗示有可能升息会暂停 这时候准备卖屋买屋的美国人就紧盯 因为这跟利率很有关系 全美呢 五大热门置产的地区就出现了大洗牌 过去我们想象的置产区要不然就是西岸 要不然就是东北部 像纽约在东北部 那么现在呢 整个移到东南部 美国四月的城污销售两个月都下滑了 平均房价出现11年来最大的跌幅 不过销售呢 还是蛮慢的 这是因为建材成本太高 还有供应链等等原因 那全美的房市依旧出现好转的迹象 独动的新屋数量增加 建商呢 五月份的信心指数快速攀升 全美房地产市场大洗牌 根据一份最新出炉的调查 在美国制产的最热门都会区 已经不是由传统的西岸和东北部主导 而是大举以往东南部城市 当中又与乔治亚州的盖恩斯维尔居冠 其次是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 佛州的麦尔兹堡和萨拉索塔排名第三和第四 第五名则是横跨南卡和北卡的大都会区 做出排名的这间金融服务公司 是针对房产价值 就业率 人口趋势 社屋情况等要件进行分析 他们认为大洗牌的主因就是民众看准这里的花费能够负担得起 不止房价低于全美平均数字 要缴的税金也比较少 加上经济正在发展当中 带动就业机会增加 让无论是个人或家庭都将这些地区视为宜居首选 至于在排名中垫底的城市 有加州的大学城齐科 奥勒冈州的梅德福 宾州的匹兹堡等 但全美房市的频频巨变打从疫情爆发后就上演 2021年房贷利率掉到了记录低点 刺激独栋别墅的需求暴增 结果就是大家争相竞标 把房价一路推上新高 与此同时又碰上了缺工 供应链危机和种种成本上涨 让建商大失血 也因此拖慢新建案的速度 而在这之后就是联准会一路猛烈升息 和通膨展开长期抗战 为应付越来越贵的房贷 让部分地区房价开始下滑 4月平均数字更出现2012年以来最大跌幅 但尽管如此再加上销售迟缓 市场上的物件数量还是供不应求 如今这供不应求的状况将会渐渐缓解 根据全美住宅建设业者协会 不只新建独栋住宅的数量开始增加 5月的建商信心指数也跟着好转 随着房贷利率持续稳在6.5%以下 买家卖家都在观望 牵动房市走向了联准会 下一步怎么走 上周五联准会主席鲍尔才在华府的一场活动中暗示 接下来的利率会议可能暂停升息 鲍尔更表示近期银行体系出现的问题 也为联准会减轻一些升息压力 过去14个月以来 联准会已经连续10度升息 把关键的短期利率从一年前的趋近零 一路调升到5.1% 冲上16年来最高水准 在联准会对升息抱持开放态度的同时 房产专家也向大众信心喊话 美国梦还是有机会实现 TVB 新闻中央报道